好,確認之後呢,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先用隱身做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形體 好,這個只是為了要練習 為了要練習這個工程特徵 所以,此次我們不管,不用管,沒關係 然後用隱身 什麼隱身? 先做一個長方體 好,先做一個長方體 好,我們之前都是在做像隱身啊,旋轉啊 還有這個叫做可變接面掃描啊 然後邊緣混層這些東西 那最下面這個叫做 造型 最下面這邊叫做造型 造型這部分基本上是談這個曲面的這個部分 這部分其實可以是相對比較弱一點 所以你去市面上找任何一個書 基本上都沒有在介紹這個造型 那如果我們在科長上有時間的話 我會多介紹 就是我最後會介紹一下這個東西到底是怎麼用的 那但是現在我們就先略過這個造型 我們先把基本的工程特徵給講完 第一個 下面基本 下面這一些呢 基本上是一些生成體的工具 那生成體之後呢 它可能會有一些 它可能會有一些這個 我們必須要編輯它的 比如說 我們要在一個零件上面 磚孔 磚孔 來,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 往下看 第一個 這個是工程特徵 所謂工程特徵就是我們要加工的時候要做的事情 所以第一個是磚孔 好 這磚孔怎麼用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我們點了孔之後 來 它的用法非常複雜 所以請你試聽我這邊 來 那 我們基本上是要在這上面鑽一個孔而已 可是問題是 我們其實是可以用隱身來代替這個磚孔的功能 不過它基本上是屬於工程的這個加工的一種方式 因此 它還是會在這個加工的時候 把工程特徵單獨的拿出來講 單獨的拿出來講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記得把你的這個訊息去拉大一點 所以你選完磚孔之後 它會問你選取要放置孔的曲面軸或點 就是說你的孔要放在哪裡 這通常我們就是在磚孔上面磚孔 比如說在這裡 好 就會看到 有一個直徑77 然後 有一個中心點 然後有一個深度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鑽的孔 可是 可是 我們在這個放置這裡面 它還是橫色的 表示 我們對於這個磚孔 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定義 我先 什麼事情沒有定義呢 第一個 我們放置的位置 我們已經知道 其實要放在這個面上面了 可是 我並不知道說 這個放置的位置 要用什麼東西當作我的基準面 當作我的基準面 因此 我要 為你的參照 好 等一下 然後我要選什麼呢 來 為你的參照 我要放在這裡 請問一下 我們在這一個 這一個檔案裡面 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做我們的參照 你覺得 做個面 面怎麼可以 面一定可以嘛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假設 我現在先定義 X軸 X軸 就是這一項的 那我要距離 比如說 這個面 多遠 等一下 它就會出現有一個 然後 然後 位移 是多少 位移我們看到這裡 53.56 53.56 在這裡 我們看到 現在改成94.04了 這個是 它以 來平面 以基準平面 作為基準的距離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說 OK 它在F軸上的距離是多少 但是我們是不是還少一些東西 因為我們起來 我現在 即便我這個東西可以在左右移動 但是我上下 我沒有另外一個參照 所以 我就再選另外一個 選什麼呢 我們選 這邊就會多 關鍵 按住 這是我們一個選 所以我們定義了 F軸 也定義了 Y軸 因此 我們就可以讓這個孔洞 在這個位置上面 確定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 全部都沒有其他的 這個 紅色的 那我們知道 比如說 改它的直徑 甚至是改它的深度 比如說 深度稍微改一下 不要鑽那麼深 然後 我們現在還打過 打過關之後 我們就 那到這裡 你們可能會問我說 我們用椅子就可以做完 那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子做 來 我給各位示範一下 我們一樣在磚孔 然後 這是 在側面 在側面 但是 為什麼 它叫工程特徵 是比如說 我們的磚孔的 我們磚孔工具 它有所謂的ISO ISO的這個規格跟尺寸 比如說 建立標準 有沒有看到 ISO就是 它 這裡可以定義出各種不同的 我們在磚孔的這個刀具 或者是工具的這個定義 比如說ISO 然後我要什麼樣的尺寸 比如說 這個 好 再看一下 然後深度 好我們這樣定 然後我們擋 然後放置的位置一樣 這樣 我們既然用這個 當成我們的平面 我們是不是也要定義一個 我們用TOP 我知道 抱歉 我們要先按一下位移 按一下 然後把TOP捲起來 把Crown捲起來 這樣子我們才兩個基本的這個長度來 控制這個所謂的孔 要在哪裡所有的操縱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 中間 中間 它的鑽孔 因為這個是補合ISO 國際認證這個標準規格 所以它鑽出來的孔 就會是那個工具的孔 所以為什麼要多一個孔的工具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好 但是其實即便我們真的在做的時候 我們很少 我們實際上很少真的使用 所謂的這個ISO標準的工具來用 那所以 這一個你們稍微理解一下就好 那待會兒試一下 待會兒試一下 那再來 那這個孔的工具基本上都可以用這個 隱身來代替 只是你要隱身多少次的問題而已 好 再來 再來我們介紹第二個 這個叫做所謂的薄殼 叫薄殼 來 我們現在做的東西全部都是一個實體的東西 但是如果我要做一個盒子怎麼辦 我們就可以用薄殼 用薄殼 就是說我只做一個殼 比如說我做一個水壺 類似這樣水壺的東西 好 薄殼怎麼用 點一下殼的工具 有沒有看到 這個物件 它已經從外面本來只有一條線 往裡面延伸了一個深度 然後這個深度是8.05 比如說我們按它就更薄一點 然後我們就可以按打勾 可是我要按完打勾之後 它好像沒有什麼變化 是因為我們並沒有把某一面給打開 讓它可以看到裡面的東西 所以一樣 我在殼的這裡按編輯定義 編輯定義 然後這裡就會出現一個 選區要從零件移除的曲面 所以我選其中兩個 請這一個 很抽蠻住不要放 按下一個 這兩個我要移除 我們打勾看看 有沒有看到 它就會自己產生一個薄殼的一個特徵出來 包括我們剛剛鑽的孔 它都產生一個薄殼出來 那薄殼還可以怎麼用 按右鍵編輯定義 它除了這個之外 它還可以比如說往內掌 或者是往外掌 有沒有 往外掌 或者說點一下 往內掌或往外掌 這都是可以的 那這個殼其實還蠻好用的 還蠻好用的 那它有一些比較細的一些選項 比如說凹轉角或督轉角 因為有時候你薄殼的時候 會產生貫穿其裡面的這個部分 不過我們這個因為是方形 所以不會產生這樣的狀況 直接這樣打勾就可以了 好 請練習一下